嘉玉 嘉玉 在我 哈哈 太像了 董事长 当年子秦小姐就是和她抱错了 她才是您的亲生女儿 这孩子 太像我夫人了 背车 马上去A城把她寄回家 宝宝 今天呢 是爸爸妈妈的结婚纪念日 等你明年出生了 我们就能一起过了 妈 贱人 别叫我妈 自从我儿子娶了你这个头包子 放弃了首富家的千金 没想到你竟然还勾引我的小儿子 不是的妈 你听我解释这些照片都是假的 贱人你还敢撒谎 你还顾着她 你看她干的好事 她趁你出差的时候 和你的弟弟勾搭到了一块 人家把照相都送来了 你就这么缺男人吗 怀着孕都出去死了 李寒 李寒你相信我 我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你的事情 别问我 我这才出去解释 你就去跟我弟弟勾搭在一起 还真是下机 你离婚了 你今天就离婚了 妈 妈 当初又不是她死缠烂胆 你早都娶到子晴了 你现在回来 子晴可是属负千金 赶紧和这个贱人离婚 来子晴取进门 够了 我跪在这好好反省 没有我的允许不争气 北哈 你听我 赶紧和我儿子离婚 别耽误了我儿子娶属负千金 我是耽误了我打死你 妈 妈 你的病情 你的病情 能不能 能不能先送我去医院 别装了 都是女人 谁还没怀过孕呀 就你矫情 这不是丸姐姐吗 怎么哭了 你俩干什么 出去 在我面前把女主人的架子 你也配了 我和北韩哥哥从小一起长大 要不是我出国留学 你以为能做成傅太太的位置 还有你故事的孽主 看着就呆眼了 宿自清 你要干什么 宿自清你疯了 看我 啊 我是首富金金 只有我配的生死 呀 至于你 还有你肚子的孽主 去死吧 啊 你在干什么 王姐姐 我是不会和你抢北韩哥哥的 北韩哥哥救命啊 子强 为什么 你叫你在家善心 你居然还敢伤人 你现在怎么变这么恶 是他推我 收起你这份面膜 看了真觉得可惜 我怕了你自己 是我自己不想随着的 肚子在 肚子好 快再送我去 两个 救孩子 救孩子 啊 小姑受伤严重 是保大还是保小 当然是先保我孙子 那个贱人死了倒也省心 保大人 北韩你疯了吗 是她丈夫 挺 好的 啊 幕外 背叛我会让你付出代价 是这种方式 你被那个贱人冲昏了头 当初就是冲着咱们富家的家产 才嫁给了你 天生的贝金女 不会在乎你和孩子的 季晴你说刚刚发生了什么 文姐姐骂我抢北韩哥哥 说要赶我走 还打我 打着打着 他就突然撞向插机 我想拦 他又推我 我也不知道文姐姐 为什么要伤害自己的孩子 不玩 你可真是好样 那孩子 你的孩子 愿你轻生杀死 我的孩子 没了 是你被我 是你害死了我的孩子 王姐姐 你千万没生气 我是不会和你像北韩哥和的 你高高流畅 千万别生气 我这 你这 北韩 他害死了我们的孩子 你为什么还要替他说话 杀人凶手 我要给我的孩子报仇 你还想闹到什么时候 自己什么都告诉我 你为了陷害他 不惜杀死自己的亲生骨肉 这是为了钱不择手段 这 我唯一 我为了陷害他 现在还相信他的鬼话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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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明白 你们给我偷上泼脏水 就是为了给你的小情人疼地方 别胡说 我胡说 傅北汗 我们夫妻一场 你带完信我 我们的孩子就不会惨死 是你 自情一起害死了我的孩子 够 不够 我们这狗男女 我的孩子成命 该成命的人是你 如果你真的爱这个孩子 我会怀着运气勾引我的弟弟 你看 做鬼都不会放过你 我看你才是真的放了 你天孩子火化 你就待在这里 哪里无许去 弄死这个孽子 我一定会让伟长高度彻底 和你 你不要 我不要 我不要 这是子晴送来的 你看看沐丸的贱人干了些什么事 北韩哥哥 我也是好心想趁孩子火化前奏的进度 你千万别生气 丸姐姐 并且有苦衷吧 我 我可没有冤枉 原来你们早就够连在了一起 就连孩子都不是我的 儿子 儿子你去哪 算账 宝宝对不起 是妈妈没有保护好你 孩子是谁的 现在说这些重要吗 我再问一遍孩子到底是谁的 北韩哥哥 丸子姐一定有苦衷的 不可能让你养你弟弟的孩子 追他才故意害死你自己 你对我的孩子做了什么 孩子 我的孩子 孩子 我再问你一遍孩子到底是谁的 孩子就是我跟你弟弟生的你满意了吧 你终于承认了 孩子 我被害 就这野种 他也配入土为安 你要感动我的孩子 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 我还给你 孩子 我的孩子 不要 不要 我被害 我的孩子 孩子 我的孩子 傅北韩是我们的 你和你的野种 倒入我的路 只能除掉你们的 我的孩子 孩子 我的孩子 傅北韩 不自强 害死我的孩子 我要让你们 血斩血肠 对不起苏小姐是我来晚了 对不起苏小姐是我来晚了 你们找错人了 不幸福 您是苏家一世的女儿 您才是首富家的真心 对不起 妈妈终于找到你了 女士 我是妈妈呀 你又输效了 我妈妈已经去世了 我真的是你的妈妈 我知道你很难相信 这是我们的亲子鉴定 你们真的是我父母 当年你和子晴被人调包 我们错把子晴当成你抚养长大 直到前段时间 我们才知道真相 你的意思是 子晴知道这件事 我们找亲兄女儿的事情 没有满过任何人 只是还没有告诉子晴 我们的女儿就是你 左子晴 你明知道自己是假的守护千金 还故意用守护千金的身份 破坏我的婚姻 害死我的孩子 从现在开始 不要一步步纳你和父母 下地狱 这孩子 他欺负你没有娘家人撑腰 就这样对待你和孩子 婉婉你放心 妈妈一定替你套回宫道 你在医院的东西 妈妈也让人拿回 苏子晴想嫁给父母看 我身份的事 还是暂时先别告诉他 都怪我们没有早点把你找回来 我刚刚已经把这座山庄 过乎到你了一下 以后 我们会好好的弥补你的 这张卡没有限额 只要你喜欢 尽管去买 谢谢 我身份的事 在上不想公开 你家那边 我自己看的办法可以吗 好孩子 明天子晴开发布会 傅北汉也回去 你想怎么做就去做 我看谁敢欺负苏震天的女儿 傅北汉 苏子晴 你们欠过的 我要加倍逃回来 服从夫人在梦远消失 医院那边也只留下一份离婚协议 继续找 是 不管 别以为离了婚 我就会放过你 北汉哥哥 北汉哥哥 他们叫你怎么没有反应呢 我们该去上台节目了 好 感谢各位来参加我和北汉哥哥的新公司 蝶宇的发布会 希望蝶宇未来的发展 不会辜负大家的期望 苏小姐谦虚了 你与有副总合伙支持 相信很快就会成为国内 数一数二的珠宝品牌 是北汉哥哥非要入股 蝶宇刚刚成立 我真担心给他丢脸呢 子晴你是首富千鸡 谁敢质疑你做生意的能力啊 况且还有副总在 我仿佛已经看到珠宝店一颗冉冉升起的新鸡啊 就算我不是首富千鸡 只要有傅北汉在 这些人还不是要来巴结我 各位过誉了 我一定不会辜负大家的期望的 这这怎么是遗照 这遗照好像是书小姐吧 书小姐她开会不会 怎么把自己的遗照放出来 这是什么 你还敢来这里 今天是我儿子的头七 当然要 帮他向凶手所命 你要干什么 没想到我随便选的照片 作为遗照竟然这么坚持 那就是 记得好好保险 葬礼 是 你再也 照片是你弄的 拜你们所赐 而遗照 只好想要说自己 放心 你也有 现在应该 已经快要送到过去 记得好好抱歉 你找死 今天到底谁死还不一定 没有 北韩哥哥 丸姐姐的孩子肯定对他很重要 所以流产了才会这么生气 北韩哥哥 你真的别生气了 你这么在乎那个业重 对 在这里 儿子半头七 杀人凶事 给我儿子下跪赔罪 什么杀人凶事 傅学姐姐准备上 温计 丸姐姐小� outro 精神不穩定 可是不是 helt an 把这个疯子赶出去 丸姐姐不知道这里是西庄 你一遮厉 如果你还确就认 Cream 30 上是什么 做说分 又让我想 可是这 都给我丢出去 拿手 可以试试 老闆产后尊身不稳定 总是不想让你 把这个疯子赶出去 我完全不知道这里是星座 你还至少 我还是任务一下 可是找个地方 就都给你丢出去 你可以试试 莫生 请稍等 我立刻把这些人清理出去 祭奠未出世的小哨音 你说什么 谁说要把我丢出去 莫安 这里不是你胡闹的地方 行说的对 看你是疯了 来人 给我把他送到精神病院去 我来 完姐姐 我会去精神病院看你的 北韩哥哥 让他们送姐姐去看病了 这不是我的人 什么 不是你 那是谁派来的 动手吧 我看谁敢 四小姐 你这是要干什么 我的脸这么带客的吗 不用打了 你的人 一个也见 做什么 还不快出手 想知道 你也想求我 睁开你的狗眼看清楚 这是首富千金 你敢动他 我只听于梦小姐 不是苏家酒店吗 你怎么会听从一个下贱 相向人的子晴 这怎么回事 我我不知道啊 说不定是满姐姐和经理 我弄下你去试试 差点把你给我 张文静 应该你洗澡 上 静 别以为我看不出来 你爬上了经理的床 经理才肯帮你 果然是一个没见过世面的乡巴佬 一点廉恥之心都没有 黄姐姐 其实你离婚了 也不能这么随便吧 我 这么急不择时吗 吴婉 竟然你管 帮你 做了下件事还不让人说吗 伟寒 你这个贱人赶紧给我住手 行 立刻给苏总打电话 派人来收拾他 等一下 儿子 你还活着这个贱人 吴婉 向所有来宾解释 是如何勾引经理并制造闹剧的 再向子清道歉求得原谅 苏家贱人 这件事就不好收场了 丸姐姐诚心道歉的话 我可以考虑 北汉 抱歉 抱歉的是你们这个狗男女 亲 我说第二次 是你就来 不见棺材 不吊泪 子晴 叶货 我听不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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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打不通啊 是不是松总在忙 你打其他人电话试试 喂 我爸呢 怎么不接电话 老师说了 宴会的是 进庭路求见的 什么 爸竟然让我去路晚的见人呢 怎么会这样 听到他就是苏家在找的真静静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木马哥就是个乡下土包子 怎么会是真静静 动手 你刚刚不是打过电话吗 苏家的人什么时候来呀 把人给我放 想让我放人 可以 只要你跪下 给我儿子可以摆个头 太过分 撒我儿子鼓挥的时候 我怎么不说过分 哥 快来救我 苏家的人来了 如果再有道歉 苏家是不会轻易饶过你的 怎么 你怕了 再给你自己 向子清下跪道歉 苏家放 北韩 最后一次 向我儿子实罪 可以不再追求 真是致命 哥 晚晚 姐姐有个哥 我们会跟他说 让他好好照顾 不信 他活着 怎么 你是来起苏子晴打包不平 今天不怪丸姐姐 丸姐姐小喘后精神不稳定 好像 还和心里有什么错书关系 苏子晴 我又没说错 丸姐姐怎么还生气了 哥 你看他 哥还道歉 你说什么 我说了给晚晚道歉 苏总说反了吧 应该是沐婉跟子晴道歉 不 眼睛不用了就捐了吧 省得哪来的万事 你说什么 耳朵不好用也一起捐了 苏子晴 你现在不仅和刚离婚的男人纠缠不亲了 怎么了 你还学会造游了 给王老道歉 道歉 丸姐姐对不起 我就是开个玩笑 你不要生气好不好 看在你态度还不错的份上 你和某位贵宾的伤 我就不说了 你又在胡说什么了 他都给你戴绿帽子了 你还向着他 不玩 生气了 我就是开个玩笑啊 怎么 苏子晴可以开 我不可以 丸姐姐 我和北韩哥哥是珍惜相爱的 不管你怎么刁难抹黑我 我是都不会放弃北韩哥哥的 苏小姐喜欢吃剩饭 我没意见 不过你吃的时候 尽量滚了 行脏 什么意思 不总是畜生做久了 人话都听我懂了 说带着你的甜狗滚 你把手给我放下 这里不关你的事 滚 别跟这种人动手 走 百岑哥哥 我不想你和我哥打架 我们走 怎么不让他跪下了跟你道歉 就算道歉也不是真心 还是别交了我儿子的情景 不过 还是谢谢你 不是你亲哥 是跟我客气 谢谢妈 晚晚 以后想去什么就告诉我 家里厨师什么都会做 子萱 周末有个拍卖会 你带晚晚去 晚晚喜欢的就买 你可别拦着他 我怎么会 我恨不得给晚晚多买一些的 晚晚的礼服我已经准备好了 再配上苏家的船式项链 我需要一个私家侦探 这太贵重了我不能烧 你是苏家千金 没有人比你更适合了 听说啊 傅北韩也会带子萱去 你打扮的漂漂亮亮的 狠狠打他们的脸 傅北韩的休息前也要吃 那我得去汇报 我想请您帮个忙 我需要一个私家侦探 是吗 丸姐姐可真厉害 将让我哥把苏家的传家项链都给了他 这项链苏夫人带过 据说是传家宝 喂 那个项目我不是说了吗 啊 我就该先去一下 美韩你放开我 美韩你放开我 和苏子巡当什么关系 怀了严重 离婚合约去勾搭苏子巡 你就这么缺男人 你把给我放干净了 我却能与你无关 我回答我 多少男人 我不怕 资格质问我 你喜欢什么就买 别心疼起来 公司这边有事 我先去处理一下 好 你先去忙吧 这么快就被抛弃了 下一个女性对谁 反正不是你 我可没有吃馊饭的习惯 我 你 反正不是你 我可没有吃馊饭的习惯 接下来拍卖的是钻剑 本钻经过精心雕琢 配上饰品香芡 像是盛开的粉玫瑰 寓意的完美 北韩哥哥 我不就是你的 你买下来给我当婚戒好不好 北韩哥哥 我就知道你对我最好了 我的婚戒怎么会在这 妈 我设计的婚戒做出来了 北韩说好看 您觉得呢 北韩公司效益不好 你竟然还拿上等粉钻当婚戒 你怎么那么不懂事 妈 北韩 北韩他答应 戒指 我会给北韩 北韩要是问你 你就说 我不喜欢 别给我儿子惹麻烦 听了没有 哎 你哭什么 等求见好了 自然会给你买 果然是乡下来的 上不了台面的东西 我呸 本算起拍价 一千五百万 一千八百万 两千万 两千五百万 三千万 五千万 没有一千万 八千万 你红了我 你哪来的八千万 五百万 完姐姐八千万可不是八千块 你可别没钱交 还得招北韩哥哥要 那你别胡闹我 这婚戒是我设计的 副总当初招呼都不打就卖了 帮富士度过了危机 现在发达了 想再买回去送给新官 这么做 真实让人小兔 九千万 这个戒指我要定了 一亿 我哥可真大方 随便拿一亿给完姐姐 真不知道完姐姐做了什么 给我看一看 你别胡闹 还想不够丢人吗 我的关系 就算是丢件垃圾 也不会给你们这对狗男女召见 我这是诚心和我做的 叫不上岔 好 我倒要看看 你拿什么本事和我整 一亿两千万 一亿五千万 你疯了吗 你真以为 不许会给你这么多钱 没钱了该不会是你的 不应该啊 你不是要请首次千金吗 你这是恶意降价 要不起就别跟 一亿六千万 两亿 还可以吗 请求 少付千金也不过于 恭喜穆小姐 他根本付不起这个钱 顺便提醒你们一下 他脖子上的项链 是我苏家的传家宝 怎么得来的 还有待考证 如果你们敢说脏物作一样 苏家一定追究到底 苏小姐请放心 今天我们只收钱 不做 是 孟小姐要是民兴资 谁说我没钱 苏家的黑卡怎么在你这 这 这是全球金融一张的黑卡 据说他的刷卡金额没有上线 够付吗 够 你钱费够 这黑卡是我爸的 他连我都不给 怎么会在你这 告诉我 这卡哪来的 你们团 你把手给我放下 你没事吧 苏上什么都 真是我的心脏 不为何 你整个给我放干净 哥哥 刚刚完姐姐用黑卡 放了两个一胎钻戒 他也不是故意的 哥哥 千万别生气 真实的花钱 哥哥知道黑卡在他这里 他是爸 又是力气 爸给的 怎么会 你怎么会 你怎么会 你为什么高价买下我们的结婚戒指 让 你接近苏子学 不就是为了刺激我吗 别出来发疯乱用 高价用苏家的黑卡买下 我们的结婚戒指 不是为了刺激我是为了什么 我花钱买我自己设计 且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刷进行计 你就是为了逼我来见你 真是有病 我已经来找了 你不要到中静时 快点把苏子学的东西还给他 自恋也是病 早点去精神病院放了 这早好 我告诉你 别请故纵这张对 东西关给苏子 你什么都不记得 你有什么脸没在这跟我记记 怎么 我关苏子一起 刺激的 你别以为苏子学给你赚钱 下来我们真的能夹下去 我告诉你 不不会 那你知道吗 关你屁事 是要查有些 什么结果 搞死我什么结果 让 后悔的 这份经济件定是真的 银销场后 孩子迅速被送进了火葬场 我从医院找到了胎盤做DNA检测 结果显示这个孩子就是傅北汉 苏子清着急火灌儿子 就是不想我拿到电影链了 这样他就可以随意造假亲自鉴定 鉴定结果要发给傅北汉吗 不用 他们舍属义 发给他他也不会行 这些证全不足以半能 你继续去查 我要让他们 翻身之地 网文是珠宝设计师 毕业后我在富士做了两年珠宝设计 结婚后就一直在家做家庭主妇 也没处发挥我的才能 现在我想重拾珠宝设计 见蝶宇做设计师 可以吗 蝶宇从苏氏分离出去 现在有子清和傅北汉合资管理 你没关系 我进蝶宇是想好好工作 更何况 做事的又不是我 我为什么要多呢 好 你做什么爸爸妈妈都支持 苏子清 你在乎我都要一一毁灭 国际集团麦芙尼 正在找个中宝公司合作 这单蝶宇必须拿下 韩雪儿 你来带你A做 现在蝶宇刚从苏氏分离出来 人手严重不足 没有人能带B组 还是我来的 总部会派一位顶级设计师 由他来听问 苏总 总部派的设计师到了 大家找个欢迎 我是你 苏总不是说欢迎我 怎么是这个标题 苏总 这位就是总部派的定级设计师 说什么 爸爸 沐丸怎么会来叠语 他算什么顶级设计师 我们设计的钻戒 卖了两亿 这可是拍卖价最高的现代主宝 我还想问你为什么给沐丸黑卡 就算他是哥哥的女朋友 你也不用大货到这种车子吧 你们在找的那个和我告诉的真心机 是不是沐丸 别瞎猜了 你现在开的公司要有无人之量 沐丸 你到底想做什么 想知道怎么不来问我 我把你别嚣张 在迭远没有人都跟我叫 我既然能来到这 就能把你赶出去 苏子晴 这只是一个开始 你就会成到一无所有的滋味 我在那边住挺方便的 离公司间也方便 知道了你不用担心我 你怎么在这 给我出去 怎么会到蝶鱼工作 你管不着 是不是你又爬上了苏子晴的手上 这他把你派到蝶鱼工作了 是又怎么 跟你有什么关系 我会让你放开我 你就是缺男人 我满足你 还打 胳膊都被你抓烂了 那是你活该 怎么 昨晚还说什么都听我的 今天就烦 还想被我再收拾 傅北哈你还要不要脸 抓伤我总得负责吧 要不要在哪 亲自监听 这是谁的 他怎么没关系 告诉我 这是谁的精灵结果 是我和那个野种的 不是野种他是你儿子 是死我自己造假亲自见的 他肯定我没办法证明 因为我的孩子已经被你们火化了 现在甚至连骨灰都没了 可是他没想到 医院 我会做这种事情 我就指定你越心 你先进去 你先进去 这件事情 我会查清楚 我孩子的鉴定结果你造假了 北韩哥哥 你在说什么呢 鉴定结果显示那是我的孩子 北韩哥哥 我没有造假 你是不是听别人 胡说了些什么 别让我真的发现 我是不是伤害了他们的自己 你给我等着 你给我等着 麦芙尼的项目 你们可以自行选择加入拿 谁拿下麦芙尼 谁就是设计 牧组长 一个人没问题了 人家是总部来的顶尖设计师 怎么不行啊 话别说他这么满 万一他没有这种正餐实料 普京菜丢人了 彻都做不到 他有什么年面留在 布西里 你就只会用这张手 好用就行 你要是怕了 赶紧滚 这句话 还是留给你自己 哎呀我真是不小心了 牧组长再画一张应该没问题 天呐我没看见牧组长呢 牧组长这么厉害 手术伤演的话吧 雪儿姐 你是不知道牧组长有多狼狈 我们雪儿姐的男朋友可是孙少 牧 可算个屁 孙少的女傅可是首富 有孙少在 牧组长肯定也不过雪儿姐 好了 你们呀把工作重心做个设计上 冲心啊 牧组长那个贱人肯定这么多 听说牧组长 最近工作进展不顺吗 其实 是你可以开口叫我求助的 开口求你 啊啊啊啊啊 不变我的脸 不好意思 我手滑啊 康师长不过经经经经 信任 你给我滚开 啊组长 我死你了 管好你的 在 我死你了 你被咖啡怎么捡到 一定让你生不如死 麦芙尼的项目你一个人拿不下来 如果你求我我可以帮你 好啊 我求你 如果你早点放低姿态 我也不会 求你早点带苏子强下地域 是给我儿子赔罪 事情还没有查清楚 你能不能不要胡闹 果然指望人渣反省是不可的 还得我亲自送你们下地域 你等着 这件事情我一定会查清楚 果然是因为那 雪儿 莫婉实在是太过分了 这口气你能咽下 你就说 约他见麦芙尼的简经理 然后再给他准备点好东西 他不过就是一个乡下来的 能有什么背景 别忘了 你的男朋友可是孙少 会跟人多别忘了 莫婉 就等于被轮为丸务吧 到时候看北鹅哥哥 会不会升 不是说见麦芙尼的简经理 好 麦芙尼的人 就这个女的 偷摸头上泼咖啡 在我的手 啊 難度是這麼大 那我再學 哎 得罪了我們孫少 從哪兒走啊 孫少 很了不起嗎 首富蘇家知道吧 首富是我們孫少的姨父 你敢得罪孫少 那又怎麼樣你找死啊 喂 小娘們給我跪在這裡 然後生子一百個嘴巴 然後我再找人揮你一條手 這樣我還可以考慮考慮放了 你讓他說的做 我可以勉強不追究 我操給你臉了是吧跪下 等會 你跪下填我的腳吧 哦很高興的呢 兴許能讓他們少刷那幾張子 你再敢動我一下試試 別生氣嘛孫晚 來我的酒 我來看 放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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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你給我放了什麼 當然是能讓你最生夢死的東西啦 哈哈 等會兒說不定你還要求著我 兵都找幾個男人呢 你這小臉真好看 你這小臉真好看 給我學幾層狗叫拼子吧 很怕人高興啊 真的給你多著急個男人玩玩哦 哈哈哈 啊 放開我 你們兩個給我狠狠的折磨這個香花了 哦對了 記得拍照留念哦 好 別把你再鬧手 我再不來 你就被吃得連渣都不剩了 你真是讓你操心 你試試 你沒事吧 你對她做了什麼 陸總 我們只是跟牧雄上玩家也 是吧 木雄上你過來 我跟李王哥 一生的酒氣 快玩什麼 陸總 你不用聊 你可以 聊 我的肚子 那你可以試試 陸北函你别乱来 陸北函你别乱来 我一会儿带你回家 陸北函 你要是感人自己 你让孙上梦想 还等着赶走陸北函 继续找人整个我 你知道 若你的样子们还没上下 别看人自己 你你干嘛呢 你是在找这个 药都在你手里 药都在你手里 放心 我尽管就到他去会所 我准备的药 肯定能让我没见人被沉死 好 好好好 所以你偷犯那样 你根本没事 还不算太笨 你当心要做的这个 你还好生费 你敢动他 和我做 你找死 你们刚才给我下来的全过程 都一直录下 而且我现在里面抱着 随风正在咱们的路 你们再敢动手 我恕罪并罚 你 你 你这样想出音 回去告 回去告 好 好 根本没人报警 现在还学会撒谎啊 我还不是为了救你 孙上没那么好对付 拿到录音也别轻举妄动 跟你说话听到没 知道了真啰嗦 你这小没良心的 我真是多余救你 我又没用你救 你再说一遍 我说不用你 哇你输狗的 别以为你救了我 之前的事就能一笔够想 你再敢动我动手都想 小心我对你不客气 哇你真是不是好歹 你也给我记住了 再跟别的男的鬼混 小心我也不客气 我们好好道歉 妈妈 哥 说清楚了 你怎么告诉我 是啊 节目中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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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飘 骑 表哥 你位不是苏子起棒 都女晚晚不自嘴 晚晚才是我的 сн 谁要是敢欺负她 就是和我苏想做 小 Sak 他就是苏家怡找了更牵揭 完了 你讓我妹妹山巴子 还用墓头的ve 表哥 我真不知道他就是听妹妹呀 算了吧 要是我沒有東西 我該被你們玩弄 我都在哪 我 你 我我不是東西 我給表妹道歉 都是韓雪兒那個賤人使怪 他明天還讓我去爹語教訓你 他讓我把你趕出爹語了 我明天一定好好教訓你的教員 你就給我一個 真過不過的機會好不好 到時候 你能不能去 到時候具體開始 不用我教你 找我有事 聽說你惹了孫少 這樣吧 你跪下給雪兒道歉 我就勸孫少不跟你計較 這樣吧 你們倆各自抽自己180 我就讓孫少饒了你 讓孫少饒了我 雪兒你聽到了嗎 很好 你可想挖了你什麼身份跟我們說話啊 這笑死人了 你們自己做死 我也沒辦法了 孫少我還以為你不來 有些狀態沒事 怎麼能不能 孫少 文姐姐也不是你 我 擋我 老子打就是你這個賤 十五萬毒素殺 閉嘴 給莫婉道歉 什麼事啊我給他道歉你搞錯了吧 你給莫婉下藥還找男人收拾 你是不是合理的 孫少 他只是個小白老你為什麼呀 我讓你道歉 孫少什麼 猜 別騷擾 有我的孫少我已經明白 先自己 我照樣看 你還有什麼本事 你就是勾搭上了他 才讓孫少放過你 許舊還許 跟你沒關係 蘇總真是好可惡 連這樣的爛活都不嫌棄 這把我放乾淨的 都給我住手 我聞起來 我打死他 我就不信蘇 然後我去牢裡給你送飯 就這麼護著他 對 別碰他 不然 我讓蘇子晴陪葬 好 你終於承認了 你和蘇子晴有一團 你真讓人感到惡心 比不上蘇子晴惡心 如果不是我昨天晚上流了心眼 現在就是他在欣賞我昨晚被折磨的視頻 我說什麼 這事跟他有什麼關係 韓雪兒都已經招了 這背後主使就是蘇子晴 我們走吧 反正他也不會行 北韓哥哥你回來了 是你指使韓雪兒給悟一下的 回答我 回答我 韓雪兒什麼都用 我早就請到過你 不要傷害慕婉 北韓好好說話別嚇壞了 孫少都能逼韓雪兒給丸姐姐道歉 讓韓雪兒指認我又算什麼 副總 警方沒查到蘇小姐指示韓雪兒的證據 我不怪北韓哥哥 就是不明白 丸姐姐為什麼要讓韓雪兒指認我 心思鑑定也是 因為造假的不是我 那個賤 他就是故意搬弄是非巧搏離間 丸姐姐為什麼要這麼做 他明明有我哥了 而且 還跟孫少關係那麼好 有些人呢 他就是故意犯禁 慕婉 你到底勾引了多少個男人 好了好了 不聊那個賤人了 你和子晴的婚事也該辦了吧 嬤嬤給我們訂了婚紗 我們一起去試試吧 我和慕婉的事沒有徹底結束之前 沒有再婚了 哎 聽說韓雪兒進了拘留所 有些人不是要收拾我嗎 怎麼沒下文呢 著急了 不管你做什麼 北韓哥哥都不會回到你身邊的 他是我的 那我還要謝謝你願意回收垃圾 麥特先生我馬上過去 這賤人神奇什麼 不過 麥特這名字怎麼這麼耳熟 招募系列 這賤人的設計怎麼可能比我大要好 小雨 謝謝 想不想做設計總監 那就替我辦件事 我給你 小姐 你設計的招募系列 我非常的喜歡 可是 你為什麼不直接跟我們F 要通過諜語聯繫我們F 麥特先生 我們諜語人才很多的 或許會有讓您更滿意的贈品 好吧 不過我還是覺得 你的招募最為美 韩雪儿被逮捕 现在A组由我来带 大家打起精神 下周要跟麦芙妮面谈 沐组长我想接入你的嘴 别人都去巴结你租走 你真的要跟我 我听说雪儿姐的事了 他们太欺负人了 我以后只听沐组长的 那好吧 人家把坡坡搬过 怎么办张牧的设计稿都没了 麦芙妮的人马上就到了 来不及了去拿手绘稿 手绘稿也没了 我刚才都找过了 北韩哥哥 丸姐姐为了拿下麦芙妮 可费了不少心心 我很期待她的作品 不如你画的心心 苏总剪经理到了 欢迎剪经理 我们一定会给出让麦芙妮满意的作品 这位呢是典语的顶级设计师木瓦 我们先来看他的设计吧 设计稿丢了没法展示 我还这么荒唐的理由 你也说得出口 我的设计稿怎么丢的 苏总这就是你们典语的太多啊 蒋经理不是这样的 我呢专门为麦芙妮设计了一套珠宝 如为庄木 这个系列的设计灵感呢 来自于诗剧 两情若是长久时 又起在朝朝暮暮 整个设计呢 将西方工艺和东方美学 完美的结合在一起 苏子清 你还真是偷上眼 苏总不愧是首富的前景 这种完美的作品正是我们卖父女想要的 简经理过于了 我的设计呢 或是木马 还是让丸姐姐点击一下 设计很好 嘿你算是糟糕 陆环你给我住嘴 北韩哥哥 丸姐姐可能心情不好 你别跟他计较了 我看陆环就是嫉妒书中间 自己设计不出来 只会一样怪奇 苏总 这种人想必就不要丢在公司的 陆环 给我出去别在这里丢人心 招募是我设计 凭什么让我出去 说什么 苏总这是怎么回事 我也不知道啊 木尾 你说招募是你设计的 你有什么证据 木所长对不起 是我没用 我没办法从苏总那里偷到招募的设计图 让招募成为你的作品 你说 我让你偷苏子清设计好的招募 苏总对我很好 我实在良心难安 木所长别再逼我去偷设计图了 天呐 我都不知道你竟然为我做了这么多事 别怕已经没事了 哼哼笑的出来 贼海说 贼海道打一耙 这难道不可笑吗 看你真是疯了 丸姐姐 我理解你想阻止我和北韩哥哥在一起 可像不是公司的 你要是搞砸了 是想让其他人一起喝西北风吗 苏紫晴 偷走的东西 永远都不会是你 承认自己嫉妒紫晴就那么难吗 赶紧向紫晴道歉 苏紫晴偷了我的事情 该道歉的人是他 这是无可救药 苏总 你要留下这种道德败坏的人 那我们的合作就到此为止 你也不想像我们搞砸 让大伙一起喝西北风吧 如果我说不呢 这由不得你 总裁你怎么来了 传说麦弗里总裁身居简出 这次竟然来了谍语 苏总 肯定是你的设计太完美了 总裁特地牧名而来 猜猜你还能不能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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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你还能不能多久 你还能多久 你还能不能多久 你当你始终的 你还能够地 喜歡是我的榮幸 霸放棄我這不優秀的人 去巴結鄉下來的真千金 太可笑了 以後蘇氏還不是給看我 對了木小姐 你當初給我講解的時候 那句話是怎麼說的 兩情若是久常識 又起在這招木 對了我最喜歡這句話 木小姐的設計真是太棒 總裁這話是什麼意思 招木系列 是木小姐的設計 你們都不知道嗎 你又爽了什麼畫招 副總有時間問我 還不如好好想想 怎麼給蘇紫晴簡協 果然是你跟我手腳 又做了什麼 還是更見不到人的事 是美涵 麥特先生這件事情有誤會 張木是子晴的作品跟木婉無關 可是木小姐一周前 就已經給我看過了招木卸 跟大屏幕上的一模一樣 是吧 這劍兒竟然提前給麥特林總裁 看了招木的設計 可他怎麼能練習上同事 他不就是個鄉下來的土包子嗎 看來是有人想把木小姐的設計 俱為己有這件事情 絕不大 麥特先生您聽我解釋 不必說了 碟宇如果還想繼續跟麥特林合作 就必須先把總經理幫 蘇總還是主動請思 公司上下這麼多人端著飯碗等 你也不想回這次合作 碟宇如果不想放掉總經理的話 那不告辭了 請等一下 這集中肯定有誤會 對蘇總在招木系列發了很多心思 肯定是莫婉偷了蘇總的設計圖 來偷偷發給總經理的 莫婉 這就是你用的手脈 美航哥哥 王姐姐想要設計師頭銜 我給他就是了 蘇紫晴 你真以為你假惺惺的賣個慘 就能顛倒黑白了 事到如今了你還在選別 感謝愛者先生如願的迎接 莫小姐 我正是因為受了你的邀請 才給爹宇 但是除了你的設計 其他的 讓我很失望 總裁 你來爹宇真的為了穆婉 這這怎麼可能 一個月前 莫小姐給我看了招木的設計稿 並說他要帶著招木來爹宇 不然一個小小的爹宇 哪裡知道我的麥 麥芙妮的投資是穆婉帶來的 這不可能 這到底怎麼回事 美航哥哥 不是這樣的 是他要說招木是他設計的 怕自己沒靈氣 麥芙妮不肯接受 所以才以我的名利做展示的 不是我 是你 是你 閉嘴 你還敢狡辯 說吧 是誰指示你的 坦白從寬 可能少判了 你放心大膽的說 我作為首富千金 絕對不允許我的公司 有脫設計這種情況發生 一旦發現我會讓這個人在珠寶號 無法利益 是我自己想上位 沒人就是 快送他去警局 這件事絕不不行 如果他不是守富千金 你會執人嗎 你胡說什麼呢 我說什麼你心裡清楚 還愣著幹什麼呢 快送他去警局 這麼心急幹什麼 是做賊心虛嗎 顧小姐 以後我麥芙你的合作 全部都有你 其他人 不放心 豪娃你 你怎麼想的 快送他 你敢給他 我快送他 老闆 你不快送他 你怎麼不送他 你去幫我辦件事 你和麥芙妮總裁怎麼認識 你早就給總裁看過招募的設計 你還召開會議讓子晴講解招募 你這是挖著坑等他跳 設計圖又不是我逼他偷的 子晴沒有偷設計圖 還是被蒙在鼓裡 苏子晴放个屁你都觉得是笑 我说设计是我的 你信我吗 从来都没信 只会说我无理取闹 是撒谎成信我才怀疑 我这是疯了 跟个畜生讲什么道理 我查了 子晴的那份亲子鉴定没有问题 说到底 你还是不信 乱 我看别碰我 恭喜我们晚晚 成功拿下麦芙尼 都得紧致饭去 要不是说把我一家给麦芙尼 好 我也那么容易 要不是你做的好啊 你不喝饭 我给你喝 什么 苏总照片配合 你立刻罢了我喝 我还以为某人是靠着真本事 拿下麦芙尼的呢 靠着书少的人来拿下麦芙尼 说什么冲着招募来的惹不惹心 苏绅和麦芙尼关系这么好 怎么之前苏绅不和麦芙尼合作 是不想的 谁看我不顺利 就拿下更多单子顶替我 如果做不到 不服也给我憋着 苏绅不和麦芙尼关系 你放开我 放开我 放开我 说 你和苏子循去酒店干什么了 放开我 麦芙尼的总裁是苏子循介绍给你 为了过我打倒 你就和他去酒店开房 莫乖你就这样做起自己 苏子循做什么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有什么资格在这逼问我 你为了我不上爬了 苏绪杀死自己的孩子 跟我离婚好去巴结苏子循 苏绪杀是不可能让你过门的 苏绪杀是不可能让你过门的 苏绪杀害死我 而且现在还要把脏水泼到我 不是我告诉你 你也就算死了 苏子晴付出惨痛的代价 哎韩哥哥你怎么和碗姐姐吵起来了 照片是你发的 什么照片我不知道啊 别做这些没用的 我和木碗的事雇佣你管 木碗那个贱人到底有什么好的 你说什么 哥你怎么来了 是你在网上抹黑万万的 你为什么总要向着木碗 到底谁才是你妹妹 更何况网上说的句句属实 他木碗自己做的事情 就要承担后果 闭嘴 你以后少知道我妈 你已经够对不起她的 该死 我绝对不允许木碗 爬在我的头上 妈妈喜欢什么 妈给你买 林河哥哥一直给我买东西 我都用不完 那贱人怎么跟我妈在一块 难不成已经拿下我妈了 子晴木碗那贱人 什么时候八戒上孙夫人了 碗姐姐现在和我哥在一起 什么 他竟然勾搭上你哥了 你妈是不是不知道他有多贱呢 不行 我得告诉他去 亲家 你上街怎么不叫我和子晴陪你去呢 叫个香八老他懂什么呀 我不认识你别乱看了东西 妈这是北韩哥哥妈妈 哎呦 亲家 关事我要找您谈了 亲家走吧走 你以为我哥不再有了过去 我妈怎么接受 别做白了 什么 你是怕我抢你家是这样的吗 还是 怕我说自己 现在 你胡说什么 你信不信我告诉我妈 你在傅家都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好啊 那你最好把你吃早害死我儿子的事 你并交代清楚 你有证据吗 没有就敢跟我哥 变成 哎 贱人 你敢推我 你没事吧 你说谁是贱人 新家母 那我可就直说了 不完 他是我儿子的前妻 他婚内出轨 怀了别人的孩子 非要说是我们北韩的 后来 还自己故意把自己弄流产 诬陷子情 这婚没离几天 就又勾引你的儿子 大家来评评理 看他是不是犯戒 我哥前几天警告我 不要我往外说丸姐姐的事 好像是想瞒着你 看他多阴险 他瞒着你儿子骗你 丸姐姐 我求你赶紧离开 你要是把我妈疾病了 我怎么办啊 想死就够闭嘴 你非要气死他吗 哎 气死我的人 是你 新家母 明明是他犯贱 你是被气糊涂了吧 你还打自己的亲生女儿 可不是我的女儿 你说什么 妈 别叫我妈 别说了 就把身子不直 什么不说 师傅家非要往你头上破脏水 逼你离婚 甚至养了孩子的骨灰 这是人能干出来的事 天哪 这是人能干出来的事吗 那怎么这样 就是呀 你说 子晴不是你孩子 这怎么回事呀 我妈还没离婚 你就跟父亲还念在一块 到现在还是 你走 我没有你这不是羞耻的女儿 妈 不是这样的 子晴 你妈不认你了 可能是丸姐姐说了什么 让我妈误会了吧 我那贱人 真不是个东西 我立马让北韩娶你进门 亲家那边 我去说去 你本身就是首付千金 金枝玉叶 哪能说不认 就不认 如果傅家知道 我不是首付千金 还会有 王老师你怎么来了 哪个嘴舰传我们玩玩闲话闲话 我已经通知了收拾法务部 这边怎么玩的窑 我们法庭见 累了就早点回家 有什么事你也跟我说 知道吗 知道了 嘛 我妈吃的 Això sia 好 costs 好吗 哦 妈来 la怎么不去我那坐坐呀 我不要求你对 remind cows 有多好 但别再让我发现你耍手段 欺负人 我好了苏洛 苏氏发生明斥责道歉 设计事件说您对莫婉的谣言功功处理的不专业 还说莫婉来下麦芙妮的投资潜力无穷 考虑让莫婉来一碗别语 来死 看着我干什么还不可以想办呢 搬起石头杂死几个小 疼啊又是你搞的手脚 你四处散播谣言时就该笑 我手握麦芙妮投资 与蝶宇一人去容易死去死 而苏氏不会眼看着别人走 我说的都是事实 别说了 别说起啊 你报应还没开始 等下记得把设计总监的屁书 不说不说 路板 我要教你随时忘顿 这么好的事情 有了这些设计 我看莫婉拿什么跟着 花神是我最新推出的系列作品 将各种鲜花揉到珠宝设计中 苏子晴这次推出的是花神系列 是的 听说苏总光凭花神的设计图 就吸引了不少客户的预计 这设计图怎么跟花神那么像呢 花神是我设计 那苏总 岂不是抄袭 先别上掌 爬上山顶 再跌入谷底 才最能让人生不如死 苏子晴前天和李佳千金并婚了 让开 我说过苏家你绝对进不去 苏子晴和你就是玩玩 我早跟你说过 现在知道后悔 还跑去买醉 买屁醉 我和苏子晴就不是你想的那样 那是什么样 木婉你敢吐我身上你就 木婉 晚 不爱穿过的事 昨晚吐我一身还想赶我走 我这没有男人衣服 你就错过着穿的 苏子循没来过这 你起开 你和苏子循到底什么关系 没有你管 苏子循跟你做过这种事吗 说话 没有 kijken 你要去买房子 那我要去买房子 你还有个房子 不要买房子 我记得买房子 这是个房子 这个房子 花神系列经验到无地自容 只能买罪 的确是惊为天人 不是要让我一无所有吗 怎么 一个花神系列就把你变成这样了 有些人 还真是记事不记往 还敢突生 你说什么 若想人不知 除非寂寞 苏紫晴 你干的那些好事 迟早会让他大白于天下 你怎么来了 我是你爸 我养了你26年 现在我没钱了 要点钱花的话不行吗 这五月的钱我已经给你了 有那点钱 还不够塞阿梦的 又去赌了 当年你拿我妈的医药费去赌博 害得他没钱治病 活活疼死了 是从孩子 你对得起他吗 你再不给钱我打死你 没事 哎呀 你你抛手弄断了 你是个大门人 你直接把医药费给我 我自己去看就好了 我们已经离婚了 他不会给你签的 死丫头 谁让你放进金贵戏的 你敢离婚 他不会给你签的 先生 你能让我妈起死回收 我们走吧 你是沐婉的父亲 是啊 沐婉在谍语工作 我是谍语的总经理 你有什么事可以跟我说 那就是领导 领导 你肯定好好帮我管管 那个不孝女啊 沐婉虽然气氧生腹 这些看得见 还怎么反省 刚才谢谢了 我父亲又为了 给我找你了钱 他死心不敢 要我去帮你看看 不用 我们已经离婚了 我不是要运营 干什么 我 我可算等到你了 不是说不给你钱了吗 你怎么又来了 我爸 我爸 你现在有出息了 我想让我这个 我已经知道爸 给我一口饭吃 不能 赶紧走 晚晚 你不能走 连爹妈都不要的人 怎么还有脸出门 看什么 说的就是你 你爸来找你 你连口饭都不给吃 活该往事的人骂你 父女之身于各位 为什么要欺账自己的父亲 这是我的家事 你父亲差点饿死在街头 这不仅仅是你的家事 你是在犯法 呸 这种项目 出门应该让人家造型 规务晚期养收复一事 姐姐会立即展开调查 给大家一个交代 顾经理就暂时别来上班了 迈赴尼的项目 我会帮你处理 你回家好好反省 慢走 你别人骂死吧 在你连钱的话 信不信我把你拿坟网 你敢 看我敢不敢 别动我吗 要钱可以 你把记者约住 我们当面去 别耍花样 妈可在我手里 你还没想到 宋小姐 你死牙都松口了 还是你有办法 你不回来了 是你穿着我爸去挖我妈的坟 晚姐姐说什么呢 我只是在帮一个 被女儿很心抛弃的可怜父亲 维持生计而已 七道 回去等 你女儿不给你很多情 这可是你说的 别反悔 爸 我想在生日殿上公开身份 请您叫上苏敬琴 还有附加 爸 其实不用特意为我庆祝生日的 不小姐 您可是苏敬的场上民书啊 苏敬怎么能不给你清生呢 目前蝶宇推出了招募和花神两个报品 苏小姐可谓是前途无量了 我和麦弗尼的总裁约定好 蝶宇会持续打造报款的 我们先出去一下 爸放心 我会招待好顶客的 苏小姐能不能帮忙认识一下麦弗尼总裁 我和麦弗尼总裁约定好 子晴不愧是苏家千金 这么受欢迎 儿子啊 你到底什么时候把子晴取进门呀 我什么时候说要取她的 子晴可是首付千金 多少人呀 都巴结不上呢 你赶紧把这金疙瘩给我抱回家 咱们傅家呀 就要更上一个台阶 我不可能取她的 妈 别再乱说 哎 我安姐姐安顿好木国父呢 苏自 clearly 今天就是你的死期 你白人能做多了吧 想在我家给我路上 泡沙 僧家 是你的家 知道些什么 你猜 知道些什么 你猜 苏小姐 这就是你公司那位 弃氧气生父亲的木婉 你有钱买这么贵的衣服 也不知道给你爸买点吃的 你爸快落分了 跟你有什么关系 婉姐姐这么对待自己的父亲 肯定是有不得已的理由的 就像当初她拿着我爸的黑卡 花了两个亿拍下了钻戒 肯定也是有苦衷的 原来是那种关系啊 怪不得穿得那么好呢 苏子清 你到现在还学会管住自己的嘴 苏小姐可是首富千金 你算个什么东西 敢对苏小姐大呼小小 首富千金 是吗 我以为婉姐停止以后已经在安心 但现在看来 你还是在心安里头的寄有自己的父亲 你怎么能这么的残忍无敬 凭什么这样 你有什么理由在这指手画家 发生什么事了 北韩哥哥 我想劝丸姐姐不要对自己的父亲这么无情 可是她好像听不进去 那个人渣根本就不值得同情 沐丸大学时期 对她母亲挣钱支币 钱全部给输没了 沐丸直到母亲去世才知道这些 甚至 已经到她母亲的最后 原来是这样啊 那的确不值得同情 不管怎么说 沐伯父竟然生养了丸姐姐 丸姐姐就有义务照顾沐伯父的寿终正起 照你说的 只要父母给了生命 那子女就有义务照顾沐伯父的后半生 是吗 对 我要是丸姐姐呢 就会选择原谅 丸姐姐怎么就不能多包容下自己的父亲 记住你说的话 待会别反腐 记住你说的话 待会别反腐 美韩哥哥 还在想你父亲的事 哪二人过生日 还拿了这脸的 你还记得我的生日 北韩 快把礼物送给子晴 你不是给的吗 你害羞什么 我都看到你准备礼物了 你拿子晴的礼物干什么 好喝的礼盒都让你弄脏了 谢谢北韩哥哥 我 自己的礼物 都看不出了 今天也是你生日 好你个贱人 都离婚了 还来勾引我儿子 子晴过生日 你还来抢风头 你要不要脸 我让姐姐开心就好 我没关系的 我当然开心 待会我会更开心 主委 今天是我女儿26岁的生日 很遗憾 今天 是我第一次给她过生日 苏董 您可真会开玩笑 你哪一年没给苏小姐办生日啊 哎 当年意外抱错了孩子 那我的亲生女儿在外整整的流落了26女 终于找回来了 子晴 苏董什么意思 你怎么可能不是苏家千金 原来今天是要给那个真钱金 我当然要看到真钱金是谁 这就是我的宝贝 怎么可能 你玩竟然是真钱金 怪不得苏子晴这么帮她 所以穆小姐用黑卡买了价值两亿的钻戒 许为她是苏家千金 原来是这种关系 害我们差点被误导 你还快瞧我 我这是在做梦啊 没想到这个贱人 他竟是苏家千金 你说谁是贱人 我 我 你嫌弃她是乡下人 把她当保护使坏 子晴回国 你又去巴结子晴 想方设法 你刚刚上产的 网网精神出户 好比你中医的儿媳 占位置吧 苏太太 其实 我还是很注意网网吃饭 你是不是 瞧见网网现在是苏家千金 又来巴 他 苏太太一心想去子晴见你了 妈妈还是成全 也就是晚晚心善 跟傅家计较 还一直撮合子晴和傅别 不然 苏家绝不会放过傅家 我 说一下撮合谁 副总当初一口咬的孩子 不是吗 不就是为了逼我 我给苏姐晴同地了 你出来我们聊聊 你休想再碰我们一根手指 你觉得我离婚 就是为了苏子晴 难道不是 我祝你和苏子晴 百年好合 苏董 其实我儿子和子晴的婚事 也没有那么着急 我儿子心里 还是有婚婚的 我这是什么意思 子晴 我觉得我不是苏家宣经 觉得我配不是韩国哥了 苏家之前认准苏小姐当儿戏 现在的八戒真前进 明明刚才还在骂穆小姐 苏家未免也太平安妇了吧 就算我不是苏家宣经 你一定要抓紧 不然我做的一切就都白费了 苏家 这是在玩弄我们苏家 子晴 伯母没有不同意你和北韩国婚事 伯母 我和北韩国结婚以后 会好好孝顺你的 商与婚事怎么能没有家长在这 我特意把你的父亲请 穆先生请进吧 看到自己的亲生父亲高兴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教你 先给你个大大的拥抱 请我的女儿 你别碰我 我和苏子晴出生时报错了 你的亲生女儿是她 她是连语总监里有很多钱 那你呢 你不管我了 我的亲生父母脾气不好 你如果再敢找我 我就告诉他你这些年是怎么虐待我 他一定会去送你做法 你可以试试看 苏子晴对你挺好的 你不如好好抓住苏子晴 后半辈子都一时无忧 姐姐 知道 一定不会不管我的对不对 放开我 苏小姐怎么能对自己的亲生父亲 这么炫 是你把他找 你都连了什么血 苏小姐不是说 只要父母生养子 子女就一定要给自己的父母养老送庄 我这是在帮你尽孝 是啊 刚才我也听到了 苏小姐不是谁赖帐 苏小姐还不赶紧送你的父亲去医院 母完 你是孝顺的 一定会好好抚养自己的 亲生父亲 哦对了我跟你不熟以后记得叫我去 孝 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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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 你是不知道 我們都被蘇子晴裏騙了 他不是蘇家千金 真千金是穆婉 不行 我得趕緊讓我兒子跟穆婉復婚 伯母 花生系列很好 我給您拿幾套吧 伯母 蝶魚以後會更加火爆的 我畢竟是蘇家養大的女兒 蘇家也是我的家 好吧 啊那直接送我屋裡去 該死你了 我絕對不會讓你當場 喂你在哪 我要立刻進 什麼 你是後北韓的弟弟 我簡直你見面不合適 知道了嗎 慕婉那劍 慘著我變成了蘇家的真千金 把他的累贅笛扔給我 害得我的臉都丟尽了 就連傅家的老太婆都開始嫌棄我了 你放心 有我在 富士集團 可是傅北韓已經不相信我了 讓他巴掌上不就好了 對呀 給孟晚下藥 讓他躺在你的床上 傅北韓看見了 就會更恨孟晚的見人 還是你鬼點都多呀 把我們的床上換成木晚的 挑撥我哥離婚 他把孟晚 他就會被傅家趕出來了 即使是他變成了蘇家嫌棄 你不是你的床 你去找孟晚 就說要幫他對付傅北韓 把他約出來給他下藥 到時候我把傅北韓引過來 讓他親眼看到孟晚那個勁 躺在你的床上 我拿下傅北韓 你搞定孟晚 這樣傅家和蘇家 就都在我們手裡了 嗨你們聽說了嗎 蘇總是報酬 真正的書家千斤是木晚 不幹活幹什麼呢 我有說過讓你來上班呢 你的親生父親在網上發聲明 跟我合集 以後他會跟你好好說 有網有監督 以後啊 你可要照顧你的生父 要受終正起 木晚 你別得意 只要你在諦語一天 最不會聽我的 你也會諦語是你一個人吧 我的花神系列廣收好 你弄不了我的天的位置 差點忘了 還有花神 我再給你最後一次 未殺傳染 是你害死了我兒子給他賠罪 何以不計較你抄襲花神的事 說我抄襲 還想讓我下跪 你白人夢做多了吧 真以為這樣蘇家就能呼風換人 忘了我才是生活在蘇家 整整二十六年的人 蘇子晴 這可是你自找死 木晚 你的死期到底才是 我們調查到一些蘇子晴 見不到人的事 都是富裕者怎麼辦 蘇子晴口口聲聲說愛 我心在做勾搭上他的技巧 看來這個富裕 知道很多蘇子晴的底細 那可要好 大嫂 好久不見 我和富裕還已經離婚了 你就不想知道 是誰偽造了我們嗎 你想說什麼 你知道 我跟我哥水火鍋 你是蘇家產生 我們可以一起黏水滅 你的意思 是富裕還偽造了他嗎 除了他 誰還會做這麼缺德的事 你到底想說什麼 實話告訴你吧 我哥取了你就後悔 畢竟你沒有什麼家事背景 不能幫助富士 而蘇子晴都一樣 但是蘇家賢金 只要娶了他 就可以借蘇家人來 幫富士更上一層樓 可是我哥呢 他一向很自負 即使離婚了 他也不會說是他小人公主 所以就把這個黑鍋 甩給你 說你出門勾引人 沒猜錯的話 他現在還在外面說你勾三搭四嗎 他不要的東西 就算是毀了也不會留給別人的 這件事呢 把你握在手上 等你上鉤來 即親手把你弄掉 富北漢 你還是想毀了我嗎 我有我哥 偽造成他的證據 想看看 上車吧 我一定會讓你買 不然你為什麼會跟他在一起 關你屁事 丸姐姐怎麼跟富裕走 他們倆會真在一起了吧 沒胡說 北韓哥哥 我忘了丸姐姐之前和富裕 還一起拍了床照 現在兩個人 不知道要去哪約會呢 正值在哪 別著急 不讓你看 什麼 到底對我做了什麼 要不要再睡上一覺 三個小時後 當富北韓來四季酒店1102房間 北韓哥哥 我剛才給丸姐姐打電話 好像聽見 他正在和富裕在做那種事情 我們這樣過來 不會害了他們倆人的好事吧 別胡說 我沒胡說 北韓哥哥不信 就自己進去看看嘛 怎麼玩你們在幹什麼 哇 你就這麼急不得使嗎 王姐姐怎麼能跟富裕在一起呢 他可是北韓哥哥的親弟弟 就算你們離婚了 你也不能做出這種荒唐事啊 哪隻眼看到我和富裕在一起 王姐姐 人都躺在你的邊上了 你還想狡辯 非要讓北韓哥哥 吸你的被子嗎 我看你還狡辯什麼 怎麼會這樣 人呢 怎麼你就這麼主編我的被子力 而且 這個人還一定得是富裕 是你故意社群到引我來的 不是這樣的北韓哥哥 你聽我說別著急 慢慢 怎麼回事說清楚 對不起王姐姐 是我誤懷 啊 這樣 可我不打算原諒 該死 富裕到底跑哪去了 不行 必須要讓富北韓看到富裕在木 王姐姐不介意我再看一下櫃子吧 可惜啊 我這沒有你想見你 你 你還想在胡說是嗎 別忘了哥 人會解釋 我不想看到你 我不想看到你 我輸了你滾 你好好休息 我給你再看 富裕還走了 嗯 嗯 嗯 哥 富裕好像要對我動手 你一會兒派人跟著我 盯緊 那我也玩戲了 我都好久收拾 嗯啊啊 謝謝 謝謝 哥 你先在隔壁看 我以後處理完這兒的事就去找你 說吧 蘇子晴都讓你幹什麼 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 反正你知道你全部都說錯了 對 富家學就不會放 我輸還不行嗎 誰讓你給我下藥 你除了蘇子晴 還能有誰 蘇子晴害我流暢的事 你知道多少 說 我把蘇子晴的計劃告訴你 你放我掉身路 可以 只要你能配合 一起揭穿蘇子晴 好 富裕 你剛才為什麼沒有在莫婉的房間 主要在查蘇晴 你給我吃 廢物 該死了 差點就能徹底毀了那個賤人 你來這裡幹什麼滾出去 發生系列大報 麥芙妮要給你發清工業 時間正在後面 招募大火 麥芙妮都沒給你辦清工業 而現在給我辦了 看來麥芙妮選擇了我 而你就等著被趕出爹地吧 你那天有眼見 知道自己要被掃地出門了 被趕出去的人應該是你 不玩我的名字叫蘇不玩 下次可不要再叫錯了 我們後天見 木 子 誰 花神系列大報 祝賀蘇 感謝麥特先生的支持 我會帶領蝶魚打算更多報告 布總監來的正好 張木的熱度下去了 你的新品設計什麼時候教啊 很快你就會見到我的新品 我非常期待 木小姐 不如我們來個對賭協議 怎麼賭 舊總部總監下季度的新品能不能嗎 如果不能 你就辭職走人 如果我做到了 你怎麼辦 我的位置讓給你怎麼樣 現在就起床了 也請麥特先生幫我們做個見證 亂想 這個對賭協議太純粹了 張木系列已經爆了 如果他再做一個爆發也不是什麼難事 他能力再強 沒有我的允許原料和合作上他一個都拿不到 又能做出什麼爆發 人特時 倒極十三個月 你就該滾出別語哦 我可等不了三个 今天 我就要让你成敌 我 大 花神系列能够得到大家的喜欢 是我的 今天花神系列呢 将推出第二个设计 是我期待太高了吗 怎么觉得不如上次的经验 我明明是按照花神做的设计 这些人怎么是这个 如果是这样的话 卖服你不会 卖服你 说我会全力做的花神系列 怎么能转的 我也说了 前提是得保持相同的设计 苏总 这就前女记者 花神系列 还有后续作品 大家请看大伙议 对 这才是真正的花神 这可比第一次的花神还要好看 这个好看我也要你给我买 你又什么时候做出产品 我买 我也要我也要 这设计稿从哪开到 木曼 你未经过我的云居 想通过花神的方式 你这是抄袭 苏总 这是什么意思 我没有委屈任何人做花神的系列 这不是抄袭事 我命令你立刻删掉设计稿 你没这个资格 你立刻删掉我出电影 这件事就做这个了 发生什么事了 木曼抄袭我的花神 不让他申稿他不听 怎么 你是不是想让我道歉 我相信 木曼抄袭的证据就在这了 你为什么还相信他 我只是让他删稿 离开叠语 没有让他去坐牢 已经很给他面子了 怎么 他使苏家欠进就可以为所欲为吗 花神的设计稿 是你在苏家偷的 你真以为没人知道吗 你怎么知道 花神系列是我的源头 真正抄袭的人是你苏子琼 我在苏家画了花神的出稿 不满意就丢了 没想到被人名正言顺的解释 就据为己用 你有什么证据证明花神是你 你先发布就是我的 你以为在我的出稿上 加几笔就是花神 真是玷污花神两次 花神系列 一共24次 最早的一部 早在两年前 我就发布在了我的个人体力 你要非说是我抄袭你的话 那就拿出证据 这才是真正的花神 更加的传神动人 这么一看 苏总你的花神 的确有些不足 你胡说 你能力不足 就是给你底稿也是浪费 我要杀了你 你敢动他试试 你为什么还要护着那个贱人 给我放干净的 你曾经说 只要我的作品大爆 你就滚出蝶语 既然花神是我的 那蝶语 也该是我 没错 花神的原作者 是沐小姐 现在花神大爆 苏小姐 就应该退出蝶语 让魏 既然已经约定 那我宣布 苏子晴现任蝶语总经理 由沐婉担任总经理一职 北韩哥哥 我错了 你不要赶我走 万姐姐 我以后再也不赶了 你 你不要把我赶出蝶语好 你已经是苏家千金了 什么都有了 可是我只有蝶语了 我在蝶语从来没有用苏家千金身份行使 是你摆得正式的位置 这些都不是你盗窃抄袭的理由 你杀绝吗 没错 今天我还要送你一件大 天呐 这居然是苏小姐 啊 苏小姐 这是什么 关掉 给我关掉 北韩哥哥 这些照片都不是真的 是他 一定是他诬陷我 你这个贱人 我不就是抄了你的设计吗 你怎么能歹多倒开的这些照片诬陷我 我倒打一拍你还会干什么 这些照片和之前沐婉的床照几乎一模一样 你到底动了什么手脚 那就是沐婉 可能是沐婉把他的脸换成是我的小诬陷我 你自己 现在我才发现 这些照片上女人的身体根本不是沐婉的 是你 造了床照 我没有 婉婉 对不起 是我误会了你 你的道歉 我不接受 我以后你说什么我都相信 北韩哥哥 我对你一心一 你不能这么对我 你一心一也不耽误你爬别人的手 真厉害 你少在这搅混水了 搅混水的人是你 你来干什么 当然是送你来上艺 你来干什么 我来是来告诉你 你身边那个女人 到底是什么故事 你少在这胡说八道 我还没说是谁呢 你怎么就着急了 北韩哥哥 我一直跟你不对付 他说的话你千万不能相信 我不想看到你你出去 怎么 怕我揭穿你都干了些什么好事啊 把我抖出来你又能好到哪去 别忘了事情都是我们两个人一起做的 所以啊 我才要踩着你走路啊 这些照片都是真的和我在一起的人 就是他把自己的脸换成木棚的 然后再寄到富家 挑拨我哥离婚 讨趁机上位 做他的父太 是你室内会诋毁我 他不过是实话实说 这样你就受不了了 是你伪造照片挑唆我离婚 北韩哥哥我没有 不说哥 你还真是够倒霉的 你虽子琴给盯上 要不然 你现在就是老婆孩子热看我 你说什么 闭嘴你给我闭嘴 刚才说的话再说一遍 你也真是可怜啊 过得好好的被苏子琴给盯上 他伪造床照 把你推向茶几再弄死你的孩子 让我哥相信这个孩子是我的 然后再弄了一份假离婚前 就导致你们直接离婚 为了当上富太太 你可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啊 闭嘴别胡说八道 我有录音和来电记录 如果我是假话我不得好死 是你害死我的孩子 还伪造了假的亲子舰顶 说他是野种 北韩哥哥 不是这样的 我只是想守住我的东西 我有什么错 这一巴掌 打你伪造亲子舰顶 污蔑我偷情 这一巴掌 打你奖借苏家千金里 为逼韩雪儿他们给我下药 盗窃我的设计一次次陷害我 这是打你害死我的儿子 前进也不再是蝶语的总经理 更多的人争着抢着把你踩在脚下 这是暴露 你刚才说什么 帮不动 今天谁敢替苏子晴求情 就是跟我作对 是苏子晴推婉婉 婉婉才会小采 他还到达一趴说是婉婉推他陷害他 孩子的亲子见地也是假的 害得我的孩子变野种 我作证 都是苏子晴做的 伯伯 你要相信我 推我那么相信你 还想着让北韩娶你见门 没想到你天然害死了我的大孙子 伯伯 你放手 你怀我孙子 伯伯 放手 打死你 娃娃 请你揍了一顿这贱人 你逗我不解气 你需要 娃娃 妈知道你和北韩的感情 还有报警 苏子晴和正组 交给警方 我是苏家借记 我看你们谁敢 伯伯 快把他们都抓起来 他们都放冷静在抓你妹妹 我不会吧 你说什么 从今天开始 不配心 你已经被苏家除名了 我在苏家待了二十六年 我也是苏家的孩子 凭什么把我给除名 是你心术不振 不配做苏家的孩子 说到底 你你只偏心自己的妹妹 做 就算晚晚不是我 我也不允许你这样的人 在海边 送他去警察局 这件事情苏家绝不姑息 我哥 你不能这么对我 说过会让你一无所有 母娃 我一定要杀了你 放手 放开 不离我妹妹 你来这里干什么 晚晚 以后我们还会再有孩子 滚 想在这里看到你滚 能再给我一次机会 谁给我儿子机会 我 我当初跪下 求你放过我们的儿子 可你呢 是你亲手扬亡他的骨灰 你知道吗 我 作为哈 亲手将我们的儿子挫骨 养灰他死后都不得安宁 你知道吗 你放开我 别拿你的笑声和我放开我 我被寒 你把我的孩子还给我 把我的孩子还给我 啊 啊 我 以后你想来 我被害了 我不想再见到你 打我妈我都可以 你就是不要让我不能见你 不可以 你那已经回了手 我不想让我讨厌你 就放开我 派人来把垃圾这里 我下午要一办公室 这里是苏总的办公室 你不能动 那就是你 你口中的那个苏总 现在兴趣 当然 如果你有任何人 欢迎不认自己 是你不认自己 谁跟谁 孙子晴 害死我孙子 活该做传老底 还想当总经理 我呸 做梦吧 你们先出去 什么 是 是 你 你 贝哈 娃娃还生你的气 本来就是我错了 很无事一样 那他生气得多长时间呢 早早给你复婚 生个孩子不就行了 今天我去看他 他还给我甩脸子了 谁让你去找他 怎么了 他就是太爱计较了 要不是看待他 屏披苏子晴成为苏家千金 你以为 我想让你们复婚呀 以后不要你找我 我的事情不要你管 嗯 肃总 你吃饭吧 饭了 工作拿我身体重要 你这话说的跟我妈一样 你怎么知道我爱是烧起来 啊 是吗 嗯 这菜你在哪买的 好吃你就多吃点 啊 啊 谁送的花 没谁我我从家里带来的 您多看看花心情好 是吗 不说 您的又送花又送饭的 我都没得流着了 要不然您还是亲自送的 我不想让他心拍 你帮我看着带他 叫他完事吃饭 不是和我说 别让他吵醒了 副总 您给苏总做了那么多 为什么不让他知道 苏总 苏总 您您怎么来了 打扰你们了 苏总 其实副总他 你先出去 我还要跟你说多少次 我讨厌你 你不想进了 你听不懂人话吗 我不会出现在你面前 求让我在开门道的地方照顾你 收起你小钱 向你放钱 我不需要 好啊 我只是担心你的身体 我总是觉得 说起就对不起 送我公司 我就给感恩代表 所有往事都可以比多久 你不是关心我 你只是一方面 在给你凑备 对吧 所以打扮 关心我的期望 做一些不可后悔的事 晚晚 你要迷途你 儿子别吃上我 不想看到 我做了 苏总 已经晚上十点了 你也不能这么生 能自己的身体啊 你先回去吧 我大概回去走 摄機的那天 到了 我 師傅你怎麼來了 就都不停電了 安心你爸還 不知道你不相信我 電來了我小子 我太太昏倒了快救人給我來 醫生 我太太為什麼會昏倒 不是前不久剛小成的 應該是小小故事的 再加上這個情緒激動 高下了病根 平時倒沒什麼 到這個生理期 就會痛痛難人 我去開了藥記得按食譜就行 你要感動我的孩子 我這輩子都不會原諒你 我還給你 我的孩子 我的孩子 你的這些痛苦 全是由我造成的 我 我沒事 我沒事出去 醫生說了 因為你消產之後得了月子病 才會導致每個月親切 狠狠加劇 我說了和你沒關係 我說了和你沒關係 我再說一次滾出去 對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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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現在說這些有用 你出去 我看到你就想起來我的孩子 萬萬 我以後再也不會做傷害你的事情 再給我一次機會好 傅美涵 憑什麼你讓我相信我就要相信 你從來都沒有考慮過我 你只想著你自己 我沒有我不是 最後再說一次 我不想見到 你一定要這樣 你如果真的對這段感情感到愧疚 那就放過我了 你如果真的對這段感情感到愧疚 那就放過我了 你明天還要開會呢 你快點去休息吧 你快點去休息吧 夏天太黑了 一個人不敢服氣 晚安 小子 小子 你可不要鬧你媽媽啊 他又聽不懂 反正我警告他 等他出來 我肯定好好收拾他 我被看了 是我們的孩子已經沒了 天我怎麼原諒你 可是我肯定沒有了 你還是要靠我了 你自己去做 我肯定還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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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事 我肯定還要做 你別叫做 我肯定還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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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屁次在网上发布进行预购抢兽 保持花神的热度 这样一来 顾客对蝶语的关注度就很拉扯 或许新品奔赏 我们也能得到一波免费的宣传 没错 我们的新品陆续也会上线 另外 贵宾定制这一块 你也一定要把控住 放心吧 我们一定会跟您一起打造好蝶语准品 花神系列的抱货离不堪您的支持 有我在 蝶语会越来越好 我姐姐好久不见啊 想我 我可是每天都很想你 想到什么时候 现在终于露到我神 为了见你 我可是费字呢 心思 你偷跑出来了 我等这一天等了好久 你说 心在哪下手 还会让你觉得最痛 你就算杀了我 改变不了你失败的结局 现在你扔在我手里 生死都由我来操纵 还敢挑衅我 你就这点本质 不是下药就是能力 你敢正面跟我叫你 你不敢只会抄袭盗窃我的设计稿 你现在哪把方就以为自己是胜利者 彻头彻尾的失败者 闭嘴你给我闭嘴 你 这里没你事了 一边待着等我处理完他 你要多少钱 你出的价比他多 我就救你 是人吗 你就死在这吧 走啊 扔你给父辈汉打电话 我过来找你 我倒要看看 他会不会拿命回去 不玩 不是说以后都不联系了吗 你以后不要再打过来 哈哈哈 你不过也是一个公家寡人 没有人爱 你以为没了我后 本来就会回到你身边 还连见你一人都不愿意 现在终于没有人来打扰我们了 你说 先从哪下手 才会让你觉得最痛苦的 杀了我 你也一样逃不掉 无所谓 只要能把你拉下地银 给我垫背就行 这就送你下地银 这就送你下地银 老板 没事吧 我们要晚了 你不是不想见木马这个贱人吗 你怎么来了 你刚才不是说 这是为了降低他的戒备 对不起 还是来晚了 明明我和你才是青梅之马 你凭什么抛下我和别人结婚 我只是太爱你了 我有什么错 你的爱还会听到谁解释 附加遇到危机 你出国留学和附北 还一刀两断 现在知道自己不是苏家千金 不怕被苏家抛弃 回来巴结附北 还勾打着富裕 为了得到最大利益 脚踩两只 这么虚伪 不觉得恶心吗 你有什么资格说教我 当初不过也是因为 钱才嫁到了附加 现在你成为了苏家千金 当然看不上家境 还不如你的男人 说我虚伪 你也好不到哪去 你还不说 你还不说 кл 我没事 我没事 你坚持住不没还你坚持住 我没力气给你擦眼泪 不是答应我你要好好活着吗 你还没有迷补我呢 没有我的允许你给我好好活着 你不许走 为什么 为什么你宁愿自己受伤眼症那个贱人 你对我从来都没有这么小西过 婆婆 你也配叫我 要不是你个小贱人挑拨离间 我们家现在肯定和和美美的 你还杀害了我的儿子 你等着把老弟做穿吧 是你先骗爱抚看不起目吧 跟我什么事放肆 你还敢顶嘴我打死你 傅北韩死了 那我要再拉一个贱贝吧 傅北韩 傅北韩 傅北韩你醒醒 我还可以 不想起来 她还是不能配合吗 辛苦了 你既然关心我 为什么不清楚 放手 是不是牵扯到伤口了 你的伤还没好下床溜达什么 快点回去躺着 你別讓我瞧不起你 傅北韓你能不能振作一點 想看到你現在這樣 他也不會安息的 媽媽別走 傅北韓 糟蹋自己的身體是很幼稚的行為 你別讓我瞧不起你 我眼睛如此我幫你叫了一聲 你好好照顧自己 再見 你鬆手你的傷口 我不鬆開 我鬆開你就走了 傅北韓 好 我不走行了吧 我不走行 你忘了 以前是我錯誤了太多 我想再失去你了 重新來過 好不好 再給我一次機會 去照顧我 你不後悔 我只想在你有危險的時候 我站在你面前 想要也是給彼此 再一次的機會 好 你就讓我去公司吧 迪宇的新品發布會很重要的 蘇慕啊 你下個週就預產期了 這個時候還想著工作 給我上樓休息去 結婚前你說好的什麼都聽我的 這才一年你就什麼都變了 好了好了我錯了 我剛剛不該大聲跟你說話 那我可以去公司了 還是不行 我替你去行了吧小祖宗 那這樣公司有什麼事 你一定多告訴我 知道了 那我去了 我替你去公司 我沒事 你先去公司 都什麼時候了還想著去公司 走去醫院 護士我老婆怎麼樣了 恭喜你先生母子平安 老婆 你辛苦了 以後我回家給對你們孩子好 不然你們受一點委屈 生後愛他媽 是我自己的 爸你別動 生後還沒長好 你躺著 生後才好 一會兒啊 把孩子交給保姆帶 你就好好休息 真的你是不累 這傷口需要癢了 其他事情都放一把 長哥哭了 以後對你媽好點 不然的話看我怎麼收拾 你能不能正經點 正經點還能有他 老婆 謝謝你沒翻開我的手 陸先生 與生請多指教 我只要命 先歇一關 我生亂 我生長不死定了 不是